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了书会发现说 为什么大家叫你所谓的佛系投资 佛系就是不要再认真学习了 只要会一两样东西就好了 投资理财的工具很多 大家都想学 但是我认为就是股票最适合一般人 我常常说无知不可怕 一知半解最可怕 你懂很多东西自以为懂 但是都是皮毛 人的智慧不可能懂那么多东西 所以你就专精一两这样就好了 那股票你就专精就好了 那股票有1700支 你其实只要搞懂一两支就好了 这就是减法 大家喜欢加法 这边听一下静贤报一支名牌 听一下 我爸爸报我一支名牌 我听一下 静贤不会害你 你爸爸也不会害你 但是静贤的投资的建议一定对吗 不一定啊 爸爸也不一定对啊 但是大家都这样一直听 因为他相信你不会骗他 但是不会骗他 不代表他讲的一定是对的事情 股票就是 怎么讲 用钱来决定胜负嘛 不是赚钱就是赔钱吧 想到时候就是说 我们在本业之外 想说 放定存现在太薄了 不行不行 我这样讲好了啦 大家放定存 为什么敢把钱放在银行 为什么 金贤 想不被没去 对 他不会倒 但是你为什么 既然相信银行不会倒 你就把钱拿去买银行的股票 不要把钱存在银行啊 我举个例子 现在很多金融股啊 大概都30块甚至20块 我举30块好了啦 一张要3万块对不对 对 1000股嘛 3万块你放在银行定存 现在一年只有250块 那你去买这个银行股啊 可能可以配到1块半 甚至我随便举例 赵丰金 今年还配到1块7 你花3万块钱 他一年可以给你的股息 有1700块 5.67% 远远超过定存的250块 因为大家都认为银行不会倒嘛 所以你才敢把钱存在银行嘛 那用同样的道理啊 那你就去买银行的股票 他可以发给你更多啊 他现在通货膨胀是不是至少3% 你放在银行只会越存越穷耶 钱没有变少 但是怎么讲 你买的东西越来越少 账面上你没贫披 还是这个钱一点点利息 一点点 但是现在我们小时候是涨价 是五毛钱一块钱涨 现在是五块十块涨 现在通货膨胀很严重 你放在银行的钱 只会越来越薄 除非你是很有钱的 今天听众如果有亿万富翁 你可以存定存 因为通货膨胀你不在乎 慢慢把你吃掉 你太有钱了嘛 如果你不是很有钱的人 绝对不可以把所有的钱 放在定存 对 其实我看到那个乐火大叔 奇怪 他也不是很多回 六十回 那他的投资的风险 我看 又很简单啊 他现在又一年碰到 大家都会心仰啊 所以我想说 真的要来问一下 我问你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投资的 我其实股市指数超过1000点啊 民国75年我开始进入股市 1986年已经34年了 所以我在股海打滚很多年 中间当然有赚有赔 但是那一年1990年的股灾 我没有受伤 122682跌到2485点 如果年纪稍长的人记得 果泰人寿那时候1975块 那时候股王 我为什么没有受伤 我今天要分享我的观念 那个时候我就去拿去买了房子 我把赚到的钱 不是不是凑巧 房子本身是相对保值的 如果你在大都会地区 台北新北市 真的大都市都是相对保值 我知道股市不可能永远上涨啊 那你去买房子 就是相对保值的 好家宅我买了房子 我就躲过了大跌一万点 现在才能乐活 不然现在是累活 被人扮死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现在这几年 其实大家应该都有赚到钱 要适度的把这赚到的钱 转成另外一种方式来持有它 那如果我要转换 我会怎么转换 你比如说你说我要股票 那很多人都会说 那你报一个名牌给我 我这样讲好了 没有稳赚不赔的股票 只有套牢不怕的股票 很多人都要追求稳赚不赔 没可能的事情 你就在想说万一套牢 你会不会睡得着觉 所以如果你要选个股 一定要选符合两个条件的个股 要同时 一个就是几十年都稳定配息 几十年都 就算套牢还有股息 第二个大到不会倒 我随便举例台硕是不是 刚刚讲的赵丰金是不是 中华电是不是 台积电是不是 其实如果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 大概剩下二三十只 你根本不要从一千七百只找 这些公司会不会倒 大概不会倒吧 应该不会倒吧 你总要相信一些事情 对对对 你一定要相信一些事情 对不对 那他每年能配息万一套牢 你是不是还有股息可以领 对 那那个股息殖利率 如果还大于5% 你有什么好怕的 就勇敢的套牢在这个股票上面 我每次演讲的时候就问台下 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套牢过 真的有人举手 真的哦 对我说那我请你上来演讲 我不要讲了 我也常常套牢 那我就马上问他 你是不是没有买过股票 他说对 买过股票的谁没有套牢过 但是大家很怕套牢 因为大家为什么 想赚价偿 我们不要逃避套牢 我们要拥抱套牢 这是我够颠覆大家的观点吧 逃不掉嘛 你剩下该选什么 可以让你安心套牢的表弟 就书上写套牢是所有投资人的宿命 对 其实我在看这个 这本书叫做减法理财人生 减法理财数人生大加分 那我到期之前出过很多投资理财 那它是很简单一个概念 对 但你有整理出说 叫大家买本来是一种股票 变成两种股票 对两支股票 两支股票 对 为什么最后浓缩成这两支股票 好的 刚刚我讲很多举例有没有 对 台积电台数 都是好公司 中华电 但是任何的股票 都有可能突然出事 对不对 连张忠谋摔跤也是出事 对 好几年前 对不对 但是2003年台湾推出了 第一支叫做指数型基金 ETF 其实在国外流行很多年 它就是只是要跟大盘一样就好了 它不期望打败大盘 只要跟大盘一样就好了 那一支叫做台湾50 就是现在台湾最具代表性的ETF 0050 简单讲 它就是把50家台湾最大的公司绑在一起了 这50家会不会同一天出事 不可能 台积电张忠谋摔跤 赵锋镜不会出事吧 所以它风险完全分散 最重要一点 它会不会下市 大家买股就怕变壁子 50家不会同一天倒闭 这就像你说 我们走下相信某些事情 50家不会同一天 所以根本不可能下市 就算其中一家出事 一家倒闭 其他49家是没事的 所以它可以让你放心的来投资 它也每年都有配股息 其实跟大阪一样 你已经赢了百分之八九十的投资 真的 我随便举例了 我们假设有Dola Emon的时光机 我们回到2008年 0050那个时候不到30块 现在多少 115块 你根本不要选股 你已经赚四倍 对不对 你可能很多人每天在选股 焦虑的半死 都赚不到那么多钱 当然现在不能回到那个时代 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要面对未来 个股 因为现在已经股价指数很高了 对 你很心很痒 想要买 但是这个时候风险真的很高 又很怕 但是叫你 现在不要买 等低点 说不定等不到 我说上还有一句话 叫做我不知道 才是正确的 对 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涨上去 也没有人知道会不会跌下来 对 那我 你刚刚说 这一支是005 另外一支是他的替代 不能说替代 第二选项 就是0056 强调高股息 他现在大概30块左右 每年去年可以配1块8 今年配1块6 它是30党的组合 同样的道理 30支 不会同一天出事 30支 也不会同一天倒闭 这两支叫做国民ETF 大家都知道 那这两支也是历史最悠久 资产规模最大 我举这个比较代表性的 比较好说明这件事情 很多人说我都对数字好害怕 以为投资 当然是一点点数学 但它不是数学 数学只能解决过去的事情 投资是面对未来 要用哲学解决 所以我这本书都是哲学 人生哲理 对不对 36句 人生哲理 他真的还蛮有哲理的 因为我看到说 其实我不知道 不知道其实是一个好剧 不知道 那有的人就是 有的人说 我们知道很多 还是有人跟我们说 他知道什么 偷偷跟我们说 后来我都觉得都坏在这种 没有错 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样 但是专家都要讲一套说法 他认为明天会涨 或者会跌 有一次有一个专家 接受电视访问 人家记者问他说 请问明天你认为 股市会涨还是会跌 他说明天会上涨的 有可能上涨 但不排除下跌的可能 废话 对啊 他讲的百分之百正确 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的投资 基本上建立在 我不知道的基础上 那怎么做投资 很多人都以为要 收集很多资料 做出正确的判断 自以为知道 其实大部分都是猜的 拼良心脚都是猜的 那就是说 你可不可以买下去之后 完全接受这个 就是说 第一 要告评 最后你每年都赔钱 但是你也正常 还有贪钱 再来说 你不要我倒下去 对 就是我要嘛就多赚一点 要不然也不会赔光 就是进个工 你会送年轻人 16个字 他说好好工作 对 这句话每次一讲 下面的听众都爆笑 他们就以为 听了我的演讲 就很快财富自由 不要工作 我觉得不对 好好工作才是重要的 因为工作是用时间赚钱 大家都误以为 靠股票可以怎么样 提早财富自由 我真的劝大家 死了这条心 我认为稳稳赚 慢慢赚 才能久久赚 大家都希望三十几岁 就财富自由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都活到一百岁 有必要这么早吗 你用我的方法 应该五十岁 应该可以财富自由 你还可以活五十年 你怕什么 又不是说你只剩下六十岁 你可能就走了 你当然焦虑 但现在年轻人没有出意外 大概都会活到一百岁 不要那么急 因为一旦急了之后 你就会很积极 然后风险就跟着打 高报酬一定是高风险 对不对 那我追求的是风险比较低 当然不能期望会赚很多钱 但是我处理上说 任命才会赚到钱 对不 任命一年赚六趴 五趴 大家听好 百分之百做得到 但是你不任命 一年想赚十趴二十趴 下场大部分是赔钱 一年六趴没败 一年五趴都没败 对不对 对不对 其实这个 他说好好工作 傻傻存钱 然后就买0056 够白吧 就是你想买一个投资组合 我们不是什么基金公司 在带销 这是一个概念 别的类似 可以只为以这个为例子 大家比较了解 他说不过年轻人 因为他还年轻 然后也投资方向 跟我们这20岁 应该是没收乡 是这样吗 我不认为 我还是认为应该保守文件 因为你投资比较保守 你就会认真工作 你的绩效被看到 你就会被加薪 甚至被同业挖角 那一定是double加薪 你靠这个比较快 投资没有保证 一定赚钱 我刚刚也说 套老师所有投资人的宿命 你可能买股票 还是会套老 你不可能那么厉害 千万不要以为你这么厉害 认命吧 你没那么厉害 他的金句 第六句说 工作是正餐 投资是负战 对 千万不要搞混 大家都搞混了 你如果想要赚快钱 其实期货选择权 那杠杆更大 但是你每天都要在公司看盘 对 老板从你后面走过去 你大概就没有工作 你以为你真的那么厉害 每一次都对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其实希望大家稳健一点 其实我是被迫退休 我2003年就被公司解雇了 不是我能力不好 是整个大环境 我在正经工作 大环境太差 我必须为这事情负责 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 买好足够的保险 保险还是很重要 但是我建议不要跟投资 跟储蓄绑在一起 比如说你保医疗险 希望整天去生病 不想赚 你去出国买铝瓶险 你真的希望飞机摔下来 不希望 保险应该是原来的急难救助的错 第二个 要有自己的房子 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 大家常常吐槽我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 老了之后 有自己的房子相对安心 有一次有个年轻人说 我是我爸妈唯一的独子 我可以继承他的房子 我说先恭喜你 第二个 小心你爸爸妈妈会活到100岁 你可能70几岁才能继承 你不要以为很快就可以继承 第三个就是 未来生活费的22倍 以我为例 我的三个子女成年了 那也有保险 也有自己的房子 我跟我太太在台北市生活 基本的开销50万够吧 那就是1100万 拿1000万出来买股息殖利率5%的股票 一年就50万 就可以生活了 那还有一百万呢 生活紧急预备金 因为股票的价格会波动 如果你真的突然需要一笔大钱 因为家里出了什么事 你要一笔大钱 你没有现金 你只好去卖股票 有可能赔钱 刚刚讲赵峰 你可能还是会赔钱 你卖的话 那所以留两年的生活费 应付那个突然的急需 这是很必要的事情 当然这个1100万是最低的水准了 你越多越好了 但是绝对不需要什么3000万5000万一亿 大家都不要退休了 所以像我去南部演讲 他们说40万一年就够 那就880万 我也碰到一个朋友说 他觉得他退休之后 要过得比较开心 他一年要200万 那你就要准备4400万 就这么简单 看你需要多少的钱 很重要一点 必须有保险 因为大家老了都会生病 要有足够的保险来支应 万一生病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个大叔 当时说得很好 因为很多保险 你也可以有一些利率 也是有买一看级 怎么可能又可以趋级 又可以避凶 我觉得最重要储蓄险的 最重要的问题是 排挤你的资金使用 因为比如说20年的储蓄险 大概到第17 18年 你解约才会转正 你必须一直缴到第20年缴完 你才能拿到 他告诉他愿意给你的报酬 但这个中间 你千万不能够不缴 不缴就没了 什么都没了 而且你一直缴一直缴 要等20年才拿得到 我现在都60岁了 我要等20年 不一定等得到 那现在以前有6年的 我觉得相对还比较好一点 6年比较短 以后大概没有6年 尽管会大概不会再开放6年 可能都要至少10年15年20年了 所以我觉得保险不要拿来作为赚钱 因为你买5%股息之率的股票 台湾股市真的不算少了 几十支 你就买两三支就好了 对就相对讲 你就不会选股 那就去买ETF 更简单 买ETF叫做无脑 不用大脑 他都把你选好了 他不可能出事 不是一支可能出事 但是大家稀释掉那个风险了 我想这是一种保守 都很安全 我觉得到处有跟少年人说 我听很多说 那我要怎样 我要早点就退休 我就不要工作 千万不要 因为我2003年43岁就被迫退休了 各位如果你及早财富自由 你会跟这社会脱节 而且你会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 因为没有成就感 工作本身除了薪水 还有成就感这件事情 我那时候被迫离职之后 栽在家里 虽然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其实我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宅男了 我已经没有人要跟我互动了 你知道吗 四十几岁人 大家互动 希望互相有些情报的交换 我根本没有了 而且我对这些人已经没有好处了 交朋友还是多少点现实的成分 那现在我很开心 因为我可以把这个简单方法分享给大家 我才重新找到自己的自信心 对我觉得这个也有心理学在里面 其实我讲大部分是人生 因为我专 这是第十二本书 我有八本是理财 讲的都是0050 0056 没有讲别字 可以写八本 今世世界纪录 但是我还是有很多粉丝 喜欢我 为什么 他说其实投资 我的方法太简单 他们喜欢我正向的人生态度 对不对 我其实是分享人生的事情 理财重要 但是绝对没有大于整个人生 理财是为人生服务 大家常常颠倒 以为很有钱 人生就幸福 不一定了 钱够了 人生就幸福了 当然不可以不够了 没有错 我在想说其实 这个 投资有断舍利 不是 党都有 是斑斑无益 6050就钱 先把这个基本面搞清楚 对 那是不是投资有个性的问题 像有的人激进 有个性 像我这本书 其实是适合三种人 第一个就是害怕股票的人 觉得股票很可怕 我会让 你看完这本书 你敢买股票 买那个ETF相对安心吧 你如果连ETF都不敢买 不好意思 你就只要存定存 第二个就是排斥理财的人 很多文青觉得理财 孰不可耐 他排斥他 但是真的理财一定要趁早 你们都会活到100岁 不早点准备 你们会成为下流老人的 第三个就是 曾经在股市赔过很多钱的人 已经对股票完全失望了 我让大家燃起希望 其实你透过ETF慢慢赚回来 但是我的书不适合那种喜欢积极操作 每天杀进杀出才有成就感的 就不要看我的书了 我的书不可能适合所有的人 这个也是一种断省力 你需要适合所有的人 很多人说 我看财经的书 他赚报酬率那么高 我只想赚一点点 错 他们教你的方法都是赚大钱的方法 你不可能只赚小钱 这种情形大部分都赔钱 那我直接教你赚小钱的方法 你不要期望太高 我直接教你赚小钱的方法 不是赚大钱的方法 事实上赚钱不是张志炎 赚钱是重要的事情 我常常分享就是在这个时代 不赔钱不重要 一定要赚钱 因为通货膨胀太厉害 但是不要努力赚钱 用简单的方法赚 无脑佛系减法 简单方法能够赚到钱 何必搞得那么复杂呢 搞得复杂 不代表你一定赚得到大钱 那我觉得如果选个股 现在你如果听了我的 那个今天访问 也有点心动想买ETF 你可以试着买一点点看看 然后跟你的个股的绩效来比一下 如果你个股绩效非常的好 你就不要用我这一套了 你真的是专家赢家了 如果个股一直做的很不顺 其实ETF真的是相对安全 大家请记得 不是所有的ETF都安全 一支半简可怕 最近元大石油正二这ETF 让很多人倾家荡产 ETF不可以买衍生性的ETF 比如说什么正二反一 这种都不要碰 这种是高手中的高手才可以碰 大家愿命吧 你们绝对不是高手 我也不是高手 所以刚刚在讲说0050 就是台湾的50 50家最大的公司 50家最大公司 其实不算到处台湾 对 台湾好 0050一定好 台湾不好 0050不好 台湾不好的时候 没有个股会好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是最基本 跟大家分享说 你如果买过国票 你看你真的怕钱爆去 可是因为国票怕你死得更快 0050 0056可以 或者是连结台股的ETF 标榜高股息的ETF 也有其他的 请自己研究 好 那这次我就再研究一下 对 好 今天我们谢谢 师生会师大叔 谢谢你接受访问 谢谢 谢谢